什么呀 你也太霸道了吧 这也吃醋啊 你干脆改名为君醋海德了 那家伙风流惯了 自从他知道天上人间 辗转到冬月后 便天天往那儿跑了 不用想也知道 他一定是去那儿风流快活了 什么 循环作乐 他敢 那他岂不是要辜负我那小徒弟一片心意了吗 你的小徒弟 你是说轩原荣妃 嗯 虽然轩原家那几个兄弟都不怎么样 可我那小徒弟还是很可以的 怎么说也是我的第一个徒弟 我这个当师傅的 总是要关心关心的 谁啊 走路不看 师傅 嗯 你谁啊 这一鸭的 不会是个胖词的吧 师傅 师傅你不记得我了 是我 我是轩原荣妃啊 你难道已经忘了我了吗 轩原荣妃 当即上上下下打赢了他一番 还真别说 的确有几分轩原荣妃的模样 你好好一个公主 怎么变成这个德行了 你不是在西明的吗 跑来这里做什么 师傅 你这一走 我在西明快无聊死了 是不是安娜不住寂寞来找你来了吗 哦 真的是来找我 嗯 真的啦师傅 哦 难得你这么有孝心 还记得惦记我这个师傅 我还以为 你是来找上官骚包的呢 轩原荣妃身子一娇 身色有些不太自然 师傅师傅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我偷偷瞒着诸位黄熊跑出来了 身上带的那点银凉早就花完了 我现在好饿 师傅 你们能不能帮我找个落脚的地方 你呀 就任性吧 你轩原荣臣那个小心眼的性子 被他逮到你就完了 跟我们来吧 正好我们要去一趟天上人间 嗯 谢谢师傅师傅 我就知道师傅师傅最好了 盈儿说得不错 虽然轩原家那几个饭桶不怎么样 但他们的妹子还是不错的 起码比他们有眼力 苏青莹三人一进去天上人间后门 很快 便有两个极美的姑娘迎上来 主子 您也来了 这位是 哎呀 你笨呀 能跟咱们主子站一起 那当然是我们姑爷了 没看到主子和姑爷十指相扣的手吗 哎呀 真笨 盈儿 你的人不错 眼力极好 师傅啊 你挡着我也就算了 还挡着我的面 抢三一嘴狗粮 这就过分了 这是我的小徒弟 你们先带他下去梳洗干净 另外再帮我上一桌韭菜 主子放心 梳妆打扮什么的 我们最在行了 交给我们吧 我们一定会好生为这位姑娘 梳洗一番的 轩原荣飞正好梳洗完毕 稍作打扮 看到不少人眼睛都直了 从未来过天上人间 轩原荣飞难免觉得心情 到处走走看看 随时这一看 倒叫他发现了上官惊鸿的身影 上官惊鸿 原来你在这里啊 轩原荣飞 你怎么会在天上人间 我来找 我来找我师父 那正好 不介意就坐下陪本宫一起喝几杯吧 各位美人们 你们不介意吧 哪能啊 这可是公子的朋友 我们姐妹哪敢介意啊 就是 只要公主的朋友不介意就好 来 不说了 公子 赶紧罚酒了 可不许耍赖哦 哈哈 美人倒酒 本宫岂敢耍赖 九公主 怎么不做呢 上官惊鸿 你怎么可以这样 哦 本宫怎样呢 你怎能如此风流不堪呢 亏我还以为 还以为 哈哈 九公主 这就是你太不了解本宫了 本宫一向风流肆意 夜夜动辄青楼 这事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你 上官惊鸿 你混蛋 我就是为了你这种人 我真是眼下 气愤得跺了跺脚 薛音荣飞哭着跑了 荣飞 你怎么了 眼睛怎么这么红 可是受委屈了 哈哈 师父 上官惊鸿 他就是一个大活蛋 他竟然如此不坚定 魁梧 魁梧还对他一往情深 哈哈 哦 原来你是为了上官惊鸿 才来的呀 方才是谁说了 为了我来着 师父 我不管我不管 我不要再待在这里了 你带我走 我不要再见到那个混蛋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你跟我一块进宫吧 就住在我的昭阳宫 另一边 何必呢 你明明知道他对你的心意 为何还故意羞辱他 正是因为无意 所以才不想耽误他嘛 再说 我的性子你又不是不了解 我上官惊鸿 风流种子一个 岂会为了区区一个 轩辕蓉 飞而放弃了整片花丛呢 哈哈 是吗 就算他以后会跟其他男子 结婚生子 你也不在意 但愿你以后不后悔 奇怪了 这黑心叶今天怎么如此 关心他的感情之事了 那丫头是盈儿的徒弟 你这样对他 只怕盈儿不会让你好过了 你就自求多福吧 事业 万籁俱尽 黑幕里 一道黑色的身影来回穿梭着 仗着卓绝的轻功 几个跳跃间 便灵敏地躲过了皇宫的重重守卫 你 该死的赵若晴 竟然敢放蛊虫追你爷爷 你给老子等着 我去 又追来了 慌不择路 萧天宇直接闯进了一处宫殿 扑通一声 直挺挺地落入了浴池中 什么人 噓 别说话 万一把他们招来就不好了 放肆 敢对本宫不敬 来人 苏子依顿时傻了 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因为太过震惊愤怒 以至于他好半场都尚未反应过来 这下老实了吧 非得逼本大爷使出绝招 你 大胎银贼 敢轻抚本宫 本宫看你是婚礼了 哟 不错 挺厉害的嘛 既然你想玩 本大爷就陪你过两招 太子殿下 大事不好了 皇上突然昏厥过去了 五光中命奴婢 难免让你过去他 太子殿下 你在吗 好 本宫立刻就过去 哎 怎么都走了 算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跟过去看看 一儿 父皇如何了 情况不是很乐观 几位太医一同查探了父皇的脉象 皆是与我所探一样 明明脉象平稳正常 可是身体机能确实在不断流失 这种情况我从未遇到过 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怎么会这样 父皇身子一向抗尖 从未听说过有什么不适 怎么会忽然昏迷的 阿黎 你有什么办法吗 这种情况本王倒是在南疆见过几次相似的 若是本王猜的没错 东月皇应是中了 是蛊虫 不错 除了南疆蛊虫 本王实在是想不出其他 你是谁 为什么你能一眼看出父皇被吓了蛊虫 别看我 这玩意儿闲门得很 我可不养 刚刚我就是被他们追杀到这儿的 那 你知道该怎么取出蛊虫吗 嗯 难哪 蛊虫入体 除非下蛊之人用特殊手法取出 否则的话 也只能等蛊虫 啃食完宿主的五脏六腑后 自行爬出了 除此之外 别误他法 可恶 到底是谁给父皇下了这般恶毒的蛊毒 不过嘛 你们也不要太灰心 我这倒有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但是能拖多久 我就不知道了 什么办法 很简单 让蛊虫陷入沉睡 失去行动能力 很不巧 取蛊虫这事 我不是很在行 但是要说催眠他们嘛 我倒是很有一手 来 你们都让让 给我腾个位置出来 说吧 静字走到苏承明的龙踏前 将他扶坐了起来 修长的手轻轻贴在苏承明的后背上 内力在丹田处悄然运转 从掌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苏承明的体内 用内力压制蛊虫 稍有不慎 就会适得其反 刺激蛊虫的暴动 引起蛊虫的反噬 轻者内力尽散 重者性命堪忧 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究竟是敌事有 半上 我内力特殊 天生阴寒 以后每日子时 我必须再为他输一次内力 以确保蛊虫 在每日最活跃的时期 不会醒过来 但我也说了 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蛊虫适应能力极强 每一次沉眠之后 我的内力将渐渐被他所适应 所以你们必须在一个月之内 尽快找出 取出蛊虫的方法 苏承明看了看他 再次走到苏承明身边 娴熟地探了探他的脉搏 直到确定他的生理机能不再流失后 他总算是松了口气 谢谢你 看来在我父皇没醒之前 得麻烦你在皇宫住上一段时日了 不客气 举手之劳罢了 反正现在我也无处可去了 我看这儿就挺好的 对着一旁的苏紫义 脾气的挑了挑眉 哼 你最好给本宫安分点 怎么 皇兄 你没有过节 没什么 对了 小丫头 听说你叫苏青莹 是这个名字吧 你想做什么 小子 小蛙墙角 只怕你是找错了地方 各位 不要激动啊 我就是问问 没有恶意 走 盈儿 天色不早了 我们休息去 去离夜 你别太过分了 给本宫放开盈儿 行了 你们别闹了 哎 皇兄 父皇重骨之势 绝对不能炫养出去 否则后患无穷 放心吧 皇兄会脱身处理的 盈儿 灭累了一天了 咱去休息吧 嗯 苏青也不推脱 拉着军离夜便离开 安黎 我好担心父皇 你说父皇会有事吗 傻丫头 别想了 吉人自有天相 父皇会没事的 别担心 嗯 临近半夜 苏紫义总算 看他忙完了所有的事情 太子殿下 您回来了 你怎么会在本宫的进宫里 出去 绝燕儿 你是父皇的宠妃 三晴半夜的不睡觉 跑到本宫的寝宫做什么 但凡你还有半点羞耻之心 就不要做出 此等愉悦行径之事 太子殿下 燕儿爱慕你很久了 再从燕儿第一眼看到你 就再也忘不了你了 住嘴 胡子 太子殿下 燕儿真的好喜欢你 你就真的不想要燕儿吗 绝燕儿 你在做什么 别忘了你的身份 把衣服给本宫撬出去 太子殿下 你就不能看燕儿一眼吗 滚 不止休息 太子殿下 燕儿不希望你能爱上我 只希望能与你 有美好的依依 滚 再过来 休怪本宫不客气 殿下 与此同时 萧天宜这会儿 正躺在苏子义大殿的房顶上 看清醒 哼 想不到半夜不睡 竟然还能看到 如此有趣的一出戏 有意思 这苏子义倒是挺窘迫的 难不成还是个厨 罢了 看在我轻薄了你的份上 这次我就帮帮你好了 小依依 我来了 你可有想为夫啊 你又来凑什么热闹 笨哪 难道看不出来 我是在帮你吗 莫了 还坏心眼地伸出舌尖 舔了舔他的耳垂 苏子义浑身一个机灵 下意识就要往后退 无料萧天宇突然伸手 将自己紧紧抱在怀里 根本挣扎不得 放肆 解非需要对本宫 动手动脚的吗 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嘛 你 明明灭灭的光线下 他雪白的耳垂 可疑地泛起了一抹潮红 这位大婶 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怎么脱的衣服 就请怎么麻溜地穿回去 不然一会儿被扔出去围观 可就怨不得我了 大大 你算什么东西 怎么可能 太子殿下 绝不可能是段秀 绝不可能 嗯 这个问题问得好 不怕告诉你 我就是你们太子殿下的男宠 堂堂的原配夫人 倒是你 当着原配夫人的面 还敢脱衣勾引我的夫君 谁给你的脸 什么 男宠 苏子义被迫趴在他怀里 动他不得 心里头竟有种说不出的恼怒 不信 那就证明给你看看 你 背齿被撬开 温热的长蛇强势闯了进来 揪着他的舌头 没完没了地挑逗 太子殿下 你真的 这 与此同时 另一边 招阳宫 公主 不好了 大师不好了 公主 不好了 不好了 沐萱不久前 看到燕妃娘娘 偷偷溜进了太子殿下的寝宫 您还是快去看看吧 Fuck 这姬燕儿 真他妈不要脸 一把年纪了 还想睡我皇兄 哼 阿丽 农妃 谢 超家伙 我们火速赶往皇兄的寝宫 世子守卫皇兄的清白 走走走 师父我们快走 西安你快跟上 去迟了 师父皇兄的清白 可就没有了 苏紫义这边 他好不容易费力 挣开了萧天宇的桎 金贼 你够了 别得寸进尺 放心吧 我这尺还没进呢 你猴急什么 皇兄 我要救你 了 苏紫义与萧天宇 机械般的扭过头 对上苏清延军里 也等众人 他们意识愣住了 众人大眼瞪着小眼 一言不发 尴尬 很尴尬 非常尴尬 那是相当尴尬 像是过了一个世纪 那么长 苏清延短路的大脑 总算是正常运行了 皇兄 对不起 我们不是有一传结来打断你们的 你们继续 我们这就走 宜尔 银贼 很快攻派 哎呀 我去 苏紫义 你恩强仇报啊 竟然敢踹老子 断了你负责呀 放肆 你再胡言乐语 本宫就毕了你 有本事 就试试看呐 老子当年也是枪林弹雨 闯出来的人物 还怕你不成 枪林弹雨 苏清延重然转过身 目光反如探照灯板 盯着萧天宇 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老兄 唐 鬼刀一开 哎 不对呀 你怎么知道这个梗 天宇 真的是你 你怎么也穿越了 苏清延 二十一世纪金牌特工苏清延 嗯 是我 是我 就是老娘 我就说这世上 怎么会有这么巧 还有个同名同姓的苏清延 没想到 还真的是你啊 你还没回答我呢 你怎么也穿越了 啥的 别提了 提这事 老子就一肚子气 怎么了 还记得那天 是我跟你一起接的任务吗 结果你他妈的 好死不死 打了个分体 手抖剪错了线 当时老子就在你边上 嚼口香糖啊 瞬间爆炸 你让老子怎么躲 嗯 所以 你也是被炸死的了 不是 老子 是被口香糖噎死的 宁儿 你们认识 嗯 多年的老朋友了 铁哥们 萧天宇 那天你在河边 放灯提名的那个 嗯 阿黎 想不到你居然还记得 记性真好啊 能不记在心上吗 本王当初可是对这人 惦记了好久呢 一直想找机会做掉的 我去 莫名其妙的 被这么一个 极度危险的人物盯上 这很惊悚的好吗 我很冤枉呀 师父 那个不要脸的女人 想要吹地头都溜走 哦 差点忘了正事 姬嫣儿 你敢打我皇兄的主意 胆子很肥呀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 长得不怎么样 想得到挺美 不要看 偷偷不准看 滚 偷给我滚 哼 怎么 现在知道丢人了 当初脱衣服的时候 你不是挺欢的吗 你还知道要脸啊 我父皇还没先世呢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 去勾引我皇兄了 我呸 师父 要我说 这种女人 你就该把她打入牵牢去 好让天下的百姓都看看 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不要脸的女人 九公主所言极是 公主 你可不能手软啊 不 你们不可以这么做 我是皇上的妃嫔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哼 现在才想起自己的身份 姬嫣儿 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姬嫣儿脸色一阵红 一阵白 心中极为难堪恼怒 却又不敢发作 不过你说的也没错 你是父皇的妃嫔 自然也只有父皇 才有资格定你的罪 既然这样 姬嫣儿 本公主就让你再多活一些时日 以后你给我小心点 再让我发现你有什么小心思 猛然一掌轰向不远处的一棵百年老树 哈哈 姬嫣儿瞳孔猛然一缩 惊恐地瞪大了眼 嘴唇不可一致地哆嗦着 恶魔 这苏庆颖简直就是恶魔 看到没有 那棵树 就是你以后的下场 还愣着干什么 快滚 不敢再看苏庆颖一眼 姬嫣儿匆忙捡起了一件衣服 连滚带爬飞快溜走了 公主啊 这种女人你干什么 还留着她继续蹦的 现在还不能动她 有件事我还没有确定 莹儿 你是怀疑冬月皇身上的蛊虫 与她有关 嗯 目前也只是怀疑 莹儿 怎么说 今夜我们只是对外宣布 父皇身体不适 并未仔细说明 父皇的病情 以及身体状况 可姬嫣儿当夜就敢勾引皇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她早就知道 冬月皇种的是蛊毒 所以才有恃无苦 嗯 阿黎说得不错 可这样说不通啊 我虽不养蛊虫 但也知道一些他们的习性 那女人看起来 不像是会养蛊之人 且我也没在她身上 感受到丝毫蛊虫的气息 除非 除非她背后有人 这样就不难想象 父皇身上的蛊虫 到底从何而来的了 如果是姬嫣儿所为 我们的确防不胜防 毕竟 谁会想到一个小小妃嫔 会有这么大的能耐与胆子 竟敢对一国皇帝下手 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至少我们现在有一个大致方向 只要我们紧紧锁定 姬嫣儿这条线索 不愁找不出幕后之人 银儿说得对 这样看来 这姬嫣儿 的确是动不得了 眼下父皇的古毒 已经被天羽压制住 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接下来 我们先按兵不动 以免打草惊蛇 只要他露出一丝蛛丝马迹 我们便能顺藤摸瓜 揪出他背后之人 到时候我要让他们知道 花儿为什么开得那样猴 折腾了一晚上 苏清云已然没有了丝毫睡意 无垠的天际 还是一片浓郁的漆黑 看不到半点星光 昭阳宫附近的一处凉亭里 银儿 你不觉得皇兄 跟你朋友之间的气氛 有些微妙吗 应该不是吧 据我了解 天羽兴许像是正常的 至于皇兄 那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刚才也解释了 这是一场误会嘛 但是 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有戏的话 我会真心祝福他们的 银儿 你不反对 我为什么要反对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只要他们是真心相爱 我开心还来不及 再说 人生是自己的 只要做到问心无愧 何必管别人怎么看 每一种爱情 都应该是平等的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肥水不流外人铁吗 哼 不愧是我军里叶看上的女人 那么阿里 如果皇兄跟天羽真的有戏 你会怎么样 会不会厌恶他们 银儿在意我的看法 嗯 在意 别人我不管 但是你 我很在意 傻丫头 你所真实便是我所真实 你之所爱便是我之所爱 我怎么会厌恶你所真爱之人呢 嗯 阿里 你真好 那么奖励呢 迅速在他凉薄的唇瓣上落下一吻 银儿 只欠一下怎么能够啊 不要 不要在这里 会被看到的 咳咳 嫌他太闹腾 军里叶干脆抱着他一个悬身 紧紧将他抵在亭子不远处的假山石上 湿热的吻随之铺天盖地般的在他身上落下 根本无力抵抗军里叶的攻势 苏青莹没一会儿就驮红着脸大喘气了 奇怪 公主呢 方安不是还在的吗 阿里 军里叶 不要了 熙儿 熙儿过来了 不要 你确定 并未有所收敛 苏青莹简直快被他折磨疯了 军里叶 好吧 这次先放过你 苏青莹紧绷着的神经瞬间缓和了下来 就见他忽然对自己附和一笑 我靠 这竟然居然敢阴我 嗯 九公主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没有啊 会不会是晚风太大 你听错了 应该不是吧 我刚才真的听到了 好像是从那边发出来的 慢慢往他们那边走了过去 打算一探究竟 骗子 死费 盗嘴的肉 你认为我会舍得放开吗 快停下 熙儿 熙儿他们要过来了 求我 求你了 军里叶总算放弃了在作死边缘疯狂试探的举动 用内力吸起地上一颗小石子 往另一旁轻轻弹射了过去 咦 怎么是那边 刚刚明明是这边传来的动静啊 估计是野猫之类的吧 哎呀 熙儿 你就别整天一神一鬼的了 我们走吧 估计师父他们应该回宫了 我们也回去吧 忙了这一天 我都快困死了 哎 宣言荣非已然是困得不行 拉着一神一鬼的汐儿就走 总算走了 哪知军离叶 傅又再次搂住他的腰肢 军离叶 你要死啊 婴儿 不要分心 这几日 苏千语一直派人密切监视金人儿的一举一动 一连几天 都并未发现他与任何人秘密接触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段时日 萧天语与宣言荣非倒是很合拍 经常勾肩搭背到天上人间一起喝花酒 九公主 您又来了 今日您是一个人来的 之前一直陪在您身边的那位公子呢 他被师父拉去做事了 今日就我一个人 凤姐 听说你们天上人间的小官最是出名 能否给我喊几个陪我一块喝酒 这 九公主 您确定 当然确定 难得才来一趟 我也想体验一把 也不枉我大老远来这一趟 好吧 九公主 您先到楼上雅间等一会儿 他们很快就到 啊 公子 您在看什么 有我们姐妹陪着您 您还看其他女子 这可太伤我们姐妹的心了 小美人 这是吃醋了 来来来 喝酒 喝酒 奇怪了 以往那丫头不都是与那男人一块来的吗 今日怎么不见她呢 怎么会有这么多男子进入轩原荣飞的雅间呢 她在搞什么 公子 没什么 开死 这些男子进去的时间未免也太久了吧 怎么还不见出来 他们到底在里面干什么 公子 你的手流血了 我碍事 本公子今日有事 先走了 公子 公子 她就站在门外静静听着里面的动静 不言不语 来 我们再喝 这么贵是师父名下的天上人间 果然很不错 小哥哥 你们的脸大 还真呢 手感真好 来 又来一个美男 来 到我身边来 让本公主 好好看看你的样子 眼见她要跌倒 上官惊鸿快步走了进来 手急眼快地揽住她的腰肢 牢牢将她抱在胸膛前 都给本公滚出去 话落 所有人瞬间如惊弓之鸟 争先恐后滚出了雅间 哎 怎么都走了 别走啊 本公主可是付了钱呢 我们还没挂挂呢 还不许走 都给我回来 够了 轩原荣飞 你闹够了没有 堂堂一国公主醉成这般模样 成何体统 你谁啊 你凭什么管我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管不着 现在我总算知道 上官惊鸿那家伙 为什么这么爱来这种地方了 这里的确很容易就让人快乐 闻言 他墨色的毛子闪了闪 有什么东西 一闪而逝 一言不发地上前将他重新拽回了怀里 你怎么还抱着我 你放开我 我要把他们全都找回来 然后偷偷收进后宫 当我的男宠 男宠 你还要说他们做男宠 不可以吗 皇兄他们这么疼我 一定不会反对的 不行 绝不同意 你的不同意算个屁啊 你又不是我什么人 让开 别拦住我快活 好 很好 你要快活是吧 本宫成全你 你要做事 话未说完 浓重的阴影覆下 随之而来的是强势不可违抗的怒吻 床漫摇晃 徒流满是春光 第二天 好痛 我好晕呢 这是哪里 我怎么会在这儿 昨天 我好像喝了酒 然后 对了 上官惊鸿 我跟他 哼 九公主 您起来了吗 已经正午了 您先吃点膳食吧 正午了 那 那我房中的那位公子呢 九公主说的 是上官公子吧 他一早就神色匆匆的 离开天上人间了 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他 他走了 是啊 九公主 怎么了吗 没什么 你先下去吧 我现在还不饿 我想先洗漱一下 好吧 那有事 记得叫我 叹了口气 他默默退了下去 屋内 静得可怕 上官惊鸿 你混蛋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怕我赖上你 又要你负责 所以你就跑了吗 混蛋 既然你这么讨厌我 以后我不再出见在你面前就是 凤姐 九公主 你可算出来了 饿了吧 我这就让向人去准备膳食 不必了 我没什么胃口 凤姐 这封信 劳烦你帮我转交给上官惊鸿 另外替我转告师父一声 我离家许久 想回西明了 这些日子多谢他的照顾 九公主 你要走了 嗯 我总归是西明国的公主 总是要回去的 再说了 我偷偷离宫许久 皇兄只怕是要气疯了 不跟主子亲自道别吗 嗯 不了 师父最近在忙别的事 我就不打扰他了 凤姐 我走了 等等 九公主 这些盘战您拿着 西明路途遥远 没有银子可不行 好 谢谢 师爷 上官惊鸿坐在 轩辕荣飞的哑尖里 看着手中凤姐交给他的信 小语不悔 后悔 无期 后悔无期 后悔无期 昭阳公 小盈儿 我又来了 快给你的男人一块出来 我们喝喝酒 谈谈心呢 你很闲吗 是挺闲的 轩辕荣飞那丫头 也不知道去哪了 我都找不到伴 花天酒地了 只能来找你们了 滚 没时间 你别这么绝情啊 我好歹 也算小盈儿半个哥哥 你 直接出手点了他的穴道 我劝 属下在 把他扔到本王蔚来 大舅子床上 省得天天在盈儿面前 蹦得刷存在 是 阿黎 阿黎 怎么了 刚刚是天宇来过吗 好像听到他的声音了 盈儿 不相干的雄性 不必关注太多 君促海 你 你干嘛 将他放到床榻上后 君黎叶顺势压了上去 春宵一刻值千金 盈儿 我们该就寝了 春宵你大爷的 这明明是大白天好吗 你晚上禽兽也就罢了 白天还禽兽 你到底是不是人呢 一番激烈的翻云覆雨后 外面天色已经渐渐沉了下来 刚刚经历了一场激烈战况 苏清莹香汗淋漓地 躺在了君黎叶的怀里 盈儿 关于冬月黄蛊虫一时 我倒是有个办法 嗯 什么办法 既然幕后之人躲着不敢出来 我们何不化被动为主动 你是说 引蛇出动 好 父亲的病情刻不容缓 明天我就跟皇兄天宇 商量一下 盈儿 奖励呢 滚 说好的北陵舍者王不计女色的呢 敏鸭是不是被吊包了 一日 苏承明驾崩的消息 悄然在后宫流传开来 即使苏子义等人极力压制 可季燕儿还是听到了风声 皇宫守卫森严 尤其与御书房等重地更深 季燕儿一路上提心吊胆的 犹如惊弓之鸟 生怕被人发现 本以为会很难混进去 但是没想到他一路走来 看见的巡逻守卫却是料料无几 很容易就让他偷偷溜进了御书房中 玉玺到底被放在哪 几乎翻遍了大半个御书房 仍旧一筹莫展 找到了 这就是玉玺 季燕儿不再多坐停留 摸黑着往门口走去 这么快就走 不坐下喝杯热茶吗 怎么会 他们怎么都过来了 季燕儿 你好大的胆子 朕平日待你不跑 你居然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 你是皇上 怎么 看到朕没死 你很惊讶 不 不是的 皇上 臣妾这么做 是有苦衷的 求求你 饶了臣妾吧 臣妾再也不敢了 皇上没死 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引诱他的骗局 现在才知道害怕 太迟了吧 说 到底是谁指使你 偷玉玺的 是 是二皇子 苏怀天 这个逆子 父皇不必动怒 我们已经派人去捉拿苏怀天了 他跑不掉的 季燕儿 我问你 父皇身上的蛊毒 到底是不是你吓的 不 不 不是 不关我的事 皇上 蛊虫是二皇子 不关陈仙的事 蛊虫是南疆特有 苏怀天怎么会有蛊虫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 不知道 当时苏怀天 莫名其妙出现在他的寝宫 二话不说 就将蛊虫放入了他的身体 他对这阴邪的东西 恨不得避而远之 又怎知道他是从哪里而来 我很好奇 你又是如何将蛊虫 中入我父皇体内的 我 我 五公主 苏怀天 暑假招来了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你们的二皇子 二皇子 你也知道 你眼里可还有 真这个父皇 父 父皇 你没死 是啊 趁没死 你很失望吧 这不可能 不可能的 那蛊虫 我明明让季燕儿 想办法中到你体内去了 你怎么可能还没死 这不可能 季燕儿 你是个诚实不足百思犹豫的废物 让你办点事你都办不好 很好 很诚实嘛 直接就承认了 右手内力翻涌 不 不要 说 你是怎么让季燕儿下的孤独 五皇妹 我还是你皇兄了 你不能杀我 你不能杀我 皇兄 你这垃圾也配 我苏青云皇兄从来都只有苏子义一个人 你算哪根葱 苏怀天 我耐心很不好 你到底说不说 住手 我 我说 是我把蛊虫放入季燕儿体内 让他想办法去和父皇交合的 这样蛊虫 就能从季燕儿体内 神不知鬼不觉的 钻入父皇身体了 什么 让他跟朕交合 朕不记得 朕有跟他 周梅思索了两久 忽然 他脑中电光一闪 忠然想起了什么 难道是那次 朕一直以为 是朕太过思念宁儿 才会产生的幻觉 没想到 竟是你这孽子 一手策划的阴谋 这孽障 居然联合季燕儿 给他下了致患的药物 他在喝下季燕儿端来的羹汤后 竟凑把这蛇蝎女人 当成了自己思念已久的爱人 还与他有了一次温存 给你蛊虫之人 是什么人 我 我还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 她是我母妃的旧部 她是个女子 经常以袭白衣 戴着白面纱 白衣青纱 果然是她 我早该想到的 天语 你知道这人 嗯 她是南疆国长公主赵若晴 从小就精通各种毒蛊 我曾得罪过她 可没少被她的蛊虫撕咬 若真是她 那这事情可就棘手了 赵若晴 赵若智与赵天奇的姐姐 正是 没想到她野心这么大 居然打上了冬月的主意 不可能 她明明说 是我母妃的旧部 怎么可能会是南疆长公主 不会的 蠢货 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我问你 该怎么解父皇体内的蛊虫 这 她当时只是给我蛊虫 并没有告诉我 接蛊虫的方法 我不知道啊 废物 一问三不知 那么留着你也没有什么用了 去死吧 瞬间鲜血四剑 彻底咽了气 姬烟儿 接下来 该你了 不 不要 皇上 救命 求你饶了神仙吧 现在知道错了 皇上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来人 将姬烟儿拖下去 处以其形 皇上 不要问皇上 神仙错了 皇上 向皇上开恩呢 快看 有条虫的错 而光在身体爬出来了 是蛊虫 糟了 没想到赵若晴 还留了这一手 快 弄死这条蛊虫 绝对不能让它溜了 哈利 那蛊虫浑身红光一闪 顿时化为了一抹流光 急速往宫外逃窜 君梨烟眸光一沉 足间清点 运气轻功紧随其后 是要将它劈成两段 与此同时 客栈 不好 苏怀天死了 啊 怎么会呢公主 会不会是您弄错了 不会 我放入苏怀天体内的蛊虫 已经酸出来了 那公主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嗯 这么快就追过来了 去 把人给我杀了 另一边 君梨烟紧跟着红色蛊虫 来到了一间无人客栈 冰冷的进光一闪 蛊虫瞬间断成了两截 客栈 诡异的声音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 一条条阴冷诡异的红色蛊虫 虎视眈眈的包围着它 啊 全是蛊虫 看来幕后黑手 就藏身在这家客栈 像是被什么东西催动 开始汹涌朝君梨烟扑过来 齿外一抖 君梨烟将手中长剑挽了个漂亮的剑花 请客间斩杀了数只蛊虫 哼 区区几条小虫子 笨王还不放在眼里 长剑破空 剑光隐隐绰绰 这时候 君梨烟胸口却猛得一掷 体内气息顿时全差了 气血翻涌 该死 毒素偏偏在这时候发作 居然能在我的蛊虫下抵挡这么久 不错嘛 寒光凛凛的剑锋 突然披向赵若晴的面门 这一招 几乎耗尽了君梨烟仅存的力气 毒素暴动 他再也坚持不住 便沉沉地昏了过去 四年 太好了 得来全部费功夫 公主 这人我们不杀吗 不 我一直在找这个男人 没想到竟会在这里见到他 这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 本公主一定要将他召为驸马 补充一时暴露 目前冬月是不能待了 走 我们连夜回国 是 公主 奴婢这就去准备马车 皇宫 阿里怎么去了这么久 该不会到什么意外了吧 小丫头 赴黑夜的实力你也是知道的 区区一条虫子还难不倒他 想了他应该是被什么事情绊住了久 很快就会回来的 无必担心 是啊公主 摄政王殿下可厉害了 您哪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可不知为何 我的心里总是有点不安 阿里 放心吧 宁儿 能让军离夜吃亏的人 一只手不能处得过来 莫要担心 青莹 你该不会是太想你家青郎了吧 人家才离开一会儿 你就受不了了 然 苏青莹像是没听到他的调侃似的 不自离捶着毛子 不言不语 哎 真是女大不忠流哟 父皇 真 真无大碍 什么美大碍 父皇 你都可成什么样了 说吧 他抓起他另一只手腕 食指中指病冷 鲜熟地搭上他的脉搏 梁九 宁儿 父皇的身体如何 父皇的脉象忽强忽弱 弱时几乎感知不到 可他的身体却没有一丝不正常的地方 我实在看不出来 天悦 你过来看看 我怀疑是父皇体内的骨虫 从沉睡中醒来了 萧天悦也不推脱 一屁股坐在了苏承明身旁 他只是将自己的内力输送到苏承明的体内 以此判断他体内骨虫是否苏醒 停下 快停下 父皇 情况不太妙 轻盈猜得不错 骨虫已经醒来了 正在冬月皇体内暴动呢 你的内力 不是刚好可以镇压他吗 那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 我的内力是能镇压他们不错 但我也曾说过 骨虫适应能力极强 他既然能在这个时候苏醒 这也就意味着 他已经完全适应了我的内力 听着他的话 苏子依心底顿时泛起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 他垂在身侧的手紧紧握着 就连指甲深深陷进了肉里 他也像是感知不到疼痛似的 昔而眼眶发红 无声地哭了 苏醒一身子一颤 直接跪坐在冰凉的地上 原本我以为 我的内力最少也能令他沉眠一个月 可是没想到 他竟然整整提前半个月醒来 到这情况 只怕这条蛊虫并不是普通的蛊虫 极有可能是金蝉蛊 金蝉蛊 有什么区别 金蝉蛊 位列十大蛊虫之首 冠绝天下独物之罪 但金蝉蛊形成的条件极为苛刻 千万条蛊虫放在一块 互相撕咬吞噬 最后能活下来的那一条 才有可能成为金蝉蛊 啊 这也太可怕 太残忍了 这还不算 我听父 我听我爹说 有些炼养金蝉蛊的人 在他还是幼年时 就会把他放入自身体内 常年累月以自身鲜血供养 此称母骨 而且母骨经多年喂养 可繁衍出一条幼年金蝉蛊 不过据我所知 这种方式太过阴邪 用此方法练蛊的人 无一例外 皆遭到蛊虫的反噬 蹊跷流血而亡 因此 鲜少有人会这样做 幼年金蝉蛊 他父皇体内的 以东月皇的情况来看 我怀疑 这是一条幼年的金蝉蛊子骨 刚开始 他对宿主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随着他的生长 他便会一点一点 自动爬出 不会的 怎么会这样 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只有找到母骨 或者所谓的解药 不然的话 傻丫头 哭什么 多大的人了 还哭鼻子呢 人故有一死 彻有什么好难过的 到了父皇这年纪 早已把生死看淡了 这骨解不了就罢了 父皇只求你跟一儿 能一生平安无忧 其余的便听天由命吧 父皇 您别这么说 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救您的 你一定会成命百岁的 天命 我苏青莹从不信命 我要去南疆 什么 去南疆 既然金蝉蛊出自南疆 那么南疆一定会有金蝉蛊的解药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要将它拿出来 不行 申不同意 盈儿 别胡闹 我没有胡闹 父皇 我还没有好好孝识你呢 我绝不允许你出师 南疆 赵若晴 你给我等着 可是冬月距离南疆 有千里之远 我们到达南疆 少说也要一个月才能赶到 到时候冬月皇的蛊虫只怕 对了 我想起来了 金蝉蛊怕脏 或许我们可以利用它这个弱点 为冬月皇延迟一个月的时间 可一个月时间也不够啊 光是到达南疆 就又有一个月了 还怎么找解药呢 不怕 我有办法把肉长缩短到15天以内 小丫头 你是想借助那个飞过去 飞过去 你们是说滑翔机 嗯 之前因为没有材料 所以只能用竹子演讲凑合 明天一早 我就将滑翔机的具体设计图纸画出来 请冬月最好的工匠师到宫中 连夜香滑翔机赶出出来 将设计图纸敲垫了下来 苏青又立刻马不停蹄地召集了 所有冬月最优秀的工匠师傅 全程监督完工 历时三天 这东西 这能飞吗 能不能飞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对了 阿灵呢 这几日都没有他的消息吗 这几天我派所有随身安卫 几乎都变了整个京都 一点消息也没有 整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复合夜十有八九十出事了 一丰 阿灵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心底的不安如潮水般涌来 苏青一颗心欺上罢下的 再三思量犹豫 父皇的古毒迫在眉睫 不宜再拖了 玉峰 你们洛岳宫势力遍布各地 阿灵就拜托你们继续寻找了 一有消息 立刻通知我 是 公主 皇兄 父皇就交给你了 一定要撑到我们拿解药回来 放心吧 颜儿 答应皇兄 一定要平安回来 嗯 走吧 我们出发了 三人几乎同时助力长跑 约莫跑了十来米 那华湘青便载着他们高高地离开了地面 往南方飞去 西明国 皇宫御书房 皇兄 找到小九了 不过却是在东越国边境找到的他 小七已经赶过去了 无数意外 一个月内便可回到西明 不用回到西明了 立刻派人快马加鞭 将这道圣旨 交到小七手里 走水路 尽快将小九安全驾到南疆 这是 皇兄 你难道真要将小九 嫁到南疆联姨吗 上官惊鸿乃花间浪子 绝非小九良人 朕绝不能让他毁了小九一生的幸福 南疆国的二皇子 朕已经派人调查过了 此人文桃武略 俊朗正直 就连七楼出馆都不曾进过 朕相信 他一定能给小九一生幸福的 可是皇兄 小九他 他会愿意吗 行了 这心意已决 多说无意 下去 皇兄 怎么 你想抗制不成 臣弟不敢 臣弟折就下去 为小七一送圣旨 皇兄 告退 一个两个的都不伤心 望着近在咫尺的南疆国城门关 风尘仆仆的苏星云三人 酸痛了多日的骨头 未有的浑身一松 滑香机目标太大 于是一致决定把他藏在山坡上 啊 飞了十来天了 总算到了 去南疆怎这般热闹 不管了 我们先去城里吃点东西吧 饿死了 我知道南疆 有一家酒楼特别美味出名 走 我带你们去尝尝馅 也好 三人加快步伐 在萧天宇熟门熟路的带领下 三人一同走进了家酒楼 这南疆圣经平日也不似这般拥挤 怎突然这么多人 莫不是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 三位客官 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 不知道也属正常 听说西民国九公主 不日便要到咱们南疆和亲了 这事啊 到处传得沸沸扬扬的 大家都想来凑一凑热闹呢 什么 萧原荣非要嫁到南疆和亲 这消息属实吗 哼 之前谁不要的小徒弟来着 这会知道吃醋了 早干嘛去了 千真万确 那你们看 下面还贴着黄绑呢 那还有假 那不知他此次和亲 嫁的是哪一位皇子 莫不是南疆太子 这还真不是太子殿下 据说自太子殿下回国以来 便突然离奇的瘫痪了 需要一整天都得躺在床上 不可能是他 那是谁 自然是咱们南疆文武双全 风流倜傥的二皇子殿下了 不 你说什么 二皇子 是啊 行了 我们都知道了 你下去忙你的去吧 好嘞 客官您有事再叫我 奇怪了 薛妍这丫头不是回西明了吗 怎么突然就要嫁到南疆和亲了 她敢嫁给别人 哎 上官嫂宝 你不是不喜欢荣飞的吗 干嘛这么生气啊 小丫头 你不是心里有数吗 何必明知顾问呢 哎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让你租 这下好了 你媳妇可是要嫁给别人了 真是可怜呢 丫头 好歹我们一个阵营 你这么挖苦我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上官嫂宝 她在我们朋友一场 送你句良言 花开勘折执虚折 莫待无花空折之 容飞是个好女孩 你可别再错过了 不然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何须一辈子 本宫现在就后悔无比了 呃 那个 可恶 南疆二皇子 其实我 本宫真想立刻咽了她 嗯 天宇 你刚才想出什么来着 呃 没什么 菜要凉了 赶紧趁这吃吧 是也 趁着上官惊鸿与苏星云熟睡 萧天宇换了一身夜行符 悄悄从房间窗户离开了酒楼 直奔皇宫而去 老头 你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 秀 只要他回家了 不巧得很啊 朕要入寝了 你有事明日再说吧 出没诱拐 我送 臭老头 我都快被你害死了 你还有心情睡觉 说 为什么帮我乱点鸳鸯谱 通通通 放手 你个没大没小的臭小子 我需要一个满意的解释 解释甚 朕是你父皇 替你决定终身大事 天经地义 儿啊 你要真不行 还是及早宣太医看看 不必自卑 朕盼着朕的小孙子 盼得眼睛都出来了 去 你才不行的 大爷我身体好得很 老头 我不管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立刻 马上给我解除 与西明九公主的联姻 听到没有 胡闹 朕已经答应了西明王 其那儿戏 要此刻咱们南疆毁昏 你可想过其中后果 你要将南疆 将朕的颜面 至于何地 可是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啊 在哪 来来来 带过来让朕瞅一瞅 若是真的 朕立刻解除婚约 绝不二话 只要你能带回来个人 哪怕男的 朕也认了 没事就快滚吧 别在这儿爱朕的眼 不跟你瞎扯了 等会 老头 先别睡 我记得你说过 金蝉骨有解药的 解药你放哪儿的 金蝉骨 你要他做什么 我自有用处 你快给我 可以 要朕给你也行 只要你乖乖 与西明九公主重亲 到时候 金蝉骨解药 朕会双手奉上 否则 面谈 父皇 金蝉骨的解药 对我真的很重要 您就不要再逼我了 朕不逼你 可你放过朕了吗 走吧 朕真的倦了 你再不走 朕就叫御林军赶你了 见着老头子软硬不吃 只得硬着头皮离开皇宫 卿尘 上官兄 清莹 我有话说 听着呢 其实我 我 我就是南疆国二皇子 我姓赵 全名赵天宇 走 兄弟 咱们出去切磋切磋 不要 我能拒绝吗 你说呢 本宫把你当兄弟 你居然撬本宫的墙角 冤枉呀 这是个误会 这段日子 我可一直跟你们待在一块 哪有什么时间联姻呢 这一切都是我父皇自作的主张 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再说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是谁 这个问题 我们以后再论 先说正事 昨夜 我偷偷瞒着你们回了一趟皇宫 问父皇 要金蝉谷的解药 金蝉谷真的有解药 但金蝉谷解药 只有我父皇一人知晓 他要我 要我取了轩原荣妃 才肯把解药给我 否则免谈 你大可试试看 靠 我们合不随了南疆皇的愿 娶了荣妃就是 丫头 秀营 别着急啊 我还没说完呢 还好你们俩的身高身形都差不多 上官骚包一容成天宇的话 应该能蒙混过关 你是想离貌换带子 不错 反正南疆皇总不能坐在洞房里 看你们现场表演吧 去你的吧 我父皇才没那么猥琐呢 现在就等荣妃到达南疆了 走 带我们到你的皇子府转转 一日 锣鼓喧天 所那震耳 声势浩大的和亲团 浩浩荡荡的往萧天宇府邸走去 上官惊鸿被苏卿引用了特殊法子 易容成了萧天宇的模样 此刻正站在府邢门口 眼巴巴的张望着西明和亲团的到来 等了半晌 西明和亲团总算是到了皇子府 及时到 新郎新娘 一拜高堂 二拜天地 夫妻对拜 荣妃 这一次我们就算真是拜过堂了 你这辈子 永远都是我上官惊鸿的妻子 李承 送入洞房 话落 上官惊鸿一把将薛人容飞拦腰抱了起来 不顾众人议论纷纷的声音与震惊 大不流行暴入了婚房 奇怪 这小子之前不是还挺抗拒这婚事的吗 怎么这会儿像变了个样了 看得好奇这入洞房的模样 像是几百年没见过女的似的 永儿 二皇子 我不是二皇子 你仔细看看我究竟是谁 上官惊鸿 怎么是你 看见我你很失望 薛人容飞默默后退了几步 轻咬着下唇 坚默不语 为什么答应嫁到南江和亲 为什么 上官惊鸿 你又是我的什么人 谁什么来质问我 我薛人容飞 早已和你好无关系 我嫁给谁 与你何干 与我何干 薛人容飞 你莫不失望了 你如今已经是谁的人了 那一次我喝醉了 血体发生什么 我已经忘了 你不必再来纠缠我了 走吧 忘了 好 很好 你既然忘了 本宫就让你重新回忆起来 上次是喝醉了 不仅仍是 这一次 我要永远让你记住这种感觉 毫不灵犀地将她压倒在床上 她粗暴地撕扯着她的嫁衣 精致的发迹散落了下来 上官惊鸿 你要做什么 她所有的话语 全都被她的唇堵了回去 粗暴地吻 夹带着狂暴的怒气 一整晚 不管薛人容飞如何哭泣求饶 上官惊鸿就是铁了心要折腾她 不愿意放过她 薛人容飞实在顶不住这架势 累得虚脱至极 眼睛一闭 沉沉睡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 日薛西山才悠悠转醒 上官惊鸿 你还在 你就知道欺负我 当初夺了我的清白 你不是不想负责任吗 现在这又三十吗 我何时说过不负责任了 可你那天明明离开了天上人间 傻丫头 那是因为我毕竟在你罪酒之下 强行占有了你 不知该如何面对清醒后的你 我离开 是希望能给你冷静的时间 你说的 都是真的 其实最该委屈的人是我才对 我好心好意让你冷静适应一段时间 可我回去看到的却是某人决然的离别 现在还要被倒打一把 没天理啊 难道 真的是我误会了 你说呢 爱妃 我 我有点困了 我要睡觉了 与此同时 黄公 老头 我来了 我已经按你说的 与轩缘容飞成亲了 金铲骨的解药呢 该给我了吧 不急 朕听闻这西名九公主 右肩有一块云形胎记 却有其事 啊 呃呃呃 是是真的 那胎记还挺好看的 臭小子 成本事了 你屈人敢糊弄朕 那九公主身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台记 这不过是朕随口胡宗试探你的 臭小子 你根本就没有原防 既然被你识破了 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老头 我是不会去轩缘容飞的 更不会与他原防 你说什么 昨日 实话跟你说吧 昨天新郎官不是我 是我让北陵太子上官惊鸿 易容成我的模样 待我成亲的 你 不孝子 父皇 上官惊鸿与宣言容飞 都是我的朋友 更何况 他们还狼情歉意 我怎么能去破坏他们呢 你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你走吧 真暂时不想看到你 父皇 让我走可以 但是金蝉谷的解药 对我真的很重要 你能不能给我 小姐金蝉谷 我又找到母骨 杀死母骨 何来的解药 什么 不可能 前几天你不是还答应 朕不这样说 你会乖乖成亲吗 雪儿啊 你可知 朕为何执疑 让你娶西明九公主 你大皇姐 野心勃勃 赎金的南疆 有一半以上 位高权重的大臣 都被他网络了人心 朕若是再不为你打算 整个南疆 只怕早晚有一天 会被你大皇姐 完全掌控 到时候 他焉会放过你 父皇 你 朕之所以让你 与西明九公主联姻 就是因为 那九公主 是当今西明皇 作为宠爱的宝妹 你若跟他成了亲 便相当有了西明 作为后盾 实可惜 朕筹创了这么久 唉 对不起 父皇 但是我不后悔 我的决定 要是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这么做的 罢了罢了 你个倒霉儿子 快滚吧 朕暂时不想看到你 那 父皇 我走了 我 天边 杜日拉着长长的影子 徐徐智下地平线 映着那翻涌的云彩 一片痛红 星辉燕尔 山官金红内压的 总算舍得放过你了 师父 清盈 七皇兄 你怎么来了 我的任务 是护送你平安到达南疆 眼下你寄予南疆二皇子成亲 我也可以放心地回去了 七皇兄 你要走了 嗯 说着 轩缘车忍不住 看向了对面 悠然而坐的苏清盈 心底有淡淡的情绪在翻涌 清盈 好久不见啊 你 过得还好吗 还行 挺滋润的吧 听说 你要跟军利业订婚了 他 带你还好吗 嗯 能在茫茫人海 万丈红尘之中 与他相知相恋 相爱相守 是我的幸运 能得到他的爱 是我一生中 最幸福的事 看来你是真的很爱他 薛人车 你也不要气馁 这世界这么大 以后总会遇到一个 令你心动的女子的 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吧 何必执着呢 好 借你吉言了 那就争你一乐顺风 保重 事业 群星闪烁 弯月如沟 皇子府后院 苏清盈等人 全部围坐在石桌旁 听着萧天宇 将皇宫的事 一一告知 抱歉 没有为你拿到 金蝉谷的解药 不怪你 你已经尽力了 何况还帮了我这么多 那我们接下来 该怎么办 想办法找到 金蝉谷的木 四周却突然想起 阵阵奇怪的声线 黑漆漆的夜里 一只只红色的虫子 不知何时 悄然将它们 包围在了中间 数十个手持短笛的 黑衣人 稳稳落在墙头上 同时将手中短笛 置于嘴边 轻轻吹奏 随着阵阵 低沉音轨的 一声响起 那围拢在它们四周的 红色虫子 像是突然打了鸡血似的 迅猛地朝它们 发起攻击 而且攻击的对象 还是轩辕荣飞 荣飞小心 天哪 这是什么虫子 好恶心 是蛊虫 看来赵若晴已经回来了 她的目标是轩辕荣飞 保护好她 如此看来 她已然猜到了 南疆皇的意图了 打算先下手为强 杀了荣飞 好让天宇 彻底断了西明 这一个靠山 当心 她们虽然不能像 赵若晴一样 直接操控蛊虫 但是仍可以用笛声 来控制这些蛊虫攻击 是人先射马 勤贼先勤王 把那几个控制蛊虫 都先杀了再说 言罢 苏晴云手中银针 猛然朝那几个黑衣人 脱手而出 数条蛊虫竟不要命地 直接撞上她的银针 苏晴云微微眯了眯毛子 再次飞射出银针 结果无一意外 皆被蛊虫自己撞了上来 不行 蛊虫太多 根本进不了她们的身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对了 谷月琴 师父 我去帮你取过来 薛然荣辉面上一洗 立即跑向她房间 你当心一点 叮嘱一声 三人同时奋力掩护她离开 尽力阻挡蛊虫 攻击追踪她 师父 谷月琴来了 见状 众黑衣人心中一突 立即催动谷虫拦截她的去路 师父 接着 苏晴轻盈一跃 将谷月琴抱在了怀中 蓝色衣媚在空中烈烈翻飞 她一手抱琴 一手轻轻在琴弦上一拨 无形的气刃如涟漪般阵阵扩散 请客间将飞到薛然荣飞周身的一杆蛊虫 尽数消灭 众黑衣人面露惊骇 眼神一狠 共同催动所有蛊虫 集中火力 全部攻击苏晴莹 师父 小心啊 刚才你们吹得很欢吗 现在跟我们反击了 仙仙束手快速在晶莹的琴弦上来回波动 无数蛊虫纷纷纷落下 密密麻麻的蛊虫转瞬便杀得一条不胜 快走 回去禀报大公主 想走 忘过我们了吗 束手一拨 琴弦顿时发出一声颤鸣 几名黑衣人身子漠然一僵 咕噜一声 一个个的脑袋起起滚落到了地上 师父好厉害 这就是古月琴的威力 赵若晴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我的底线 真当老娘是软柿子不成 天宇 山光扫包 你们留在这里保护好荣飞 我去会会那个赵若晴 青柚 赵若晴太危险了 我跟你一块去 也好给你带路 山光扫包 放心去吧 我若是连自己太子妃都唬住 岂不是白活了 闻言 苏青柚不再多言 跟着萧天宇往赵若晴住处急速掠取 大约拐了七八条关道后 很快就到了赵若晴的长公主府 路过一脚庭院时 苏青柚光不经意撇到了一抹白衣 那是 阿黎 君黎夜 她怎么会在赵若晴的公主府 天宇 谷月琴帮我抱着 阿黎 你压的这段时间跑到哪里去了 一点消息也没有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我真的 我真的好想好想你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抱着我 你胡说什么呢 脑子烧糊了吧 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放开 你说什么 放开 我不认识你 再不走 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阿黎 你怎么了 你不要吓我 君黎夜拧着眉峰 没有说话 眸光淡淡落在她 拽着自己袖子的手上 那血眸里隐隐浮现的寒烈 几乎让苏青莹有种 她想要砍掉自己手掌的错觉 不好 赵若晴往这边来了 青莹 我们先撤 阿黎 阿黎 你跟我一块离开好不好 君黎夜一言不发地冷逆着她 来不及了 快走 眼看赵若晴越走越近 苏青莹又不肯跟她分开 无法 她只得直接点了她的穴道 急忙抱着她在暗处躲了起来 被点了穴道 苏青莹动弹不得 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一袭白衣的赵若晴 渐渐走进军里夜 叶哥哥 叶梁帮大 你咱还坐在这里 可是又头疼了 青儿 不必担忧 不过是老毛病罢了 真的不要紧吗 外面风大 怎还穿得如此单薄 万一感染风寒 可怎么办 叶哥哥 你对青儿真好 暗处 苏青一双毛子 简直能喷出火 萧天宇同情无比地 披了她一眼 果断扛起她无声离开 直到回到住处 萧天宇方才解了 苏青莹的穴道 师父 你们回来了 怎么样 没受伤吧 苏青莹像是 湿了魂魄似的 直接掠过轩云荣飞 死气沉沉地 飘回了房间 这丫头怎么了 这事儿说来话长 我们在赵若青的 掌公主府 见到军林叶了 黑心叶 她什么时候来到南疆 不清楚 她人呢 怎么还没跟你们 一块回来 她貌似不记得轻盈了 啊 怎么会呢 那师父该多伤心啊 这还不是最糟的 军林叶不仅不记得轻盈 还与赵若青很是亲近 就像 就像是把赵若青 认成了轻盈一般 不可能 黑心叶对小丫头的 在乎轻益 我们也是知道的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 其实我心里隐隐有种怀疑 赵若青精通古术 我想会不会是 她用古毒锁了她的记忆 并为她灌注了 其他的记忆 若真是这样 那黑心叶不记得 小丫头的事情 便解释得清了 我呸 那赵若青真是不要脸 居然还使用 如此卑鄙英诡的方式 抢师父的男人 亏她还是一国公主呢 这样相续不是办法 何有办法 让黑心叶恢复记忆呢 我知道 看她的意志吧 意志坚韧 或许能够挣脱 古毒的压制 慢慢想起来 那师父 这事换了谁也不好受 先让她自己 一个人静一静吧 与此同时 苏青莹都住出 阿丽 为什么你不记得我了 我好怕 好怕 求求你 快回来吧 我好想你 视线被眼泪模糊 心脏顿顿的疼 痛彻心扉 一日 师父 你在吗 街里面半晌无声 随擅自推门而入 我进来了 苏青莹仍旧保持着那姿势 缩在角落里 一动未动 恍若未闻 眼神空洞得可怕 师父 你已经一天滴水未尽了 过来吃点东西吧 好歹多少吃一点啊 先放着吧 我没胃口 热怎么行呢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 有资格 不用追了 人已经走了 伸手取下箭矢上 绑着的信纸 轻轻展开 欲解经肠骨解药 速到西郊竹林 西郊竹林 师父 这会不会有诈啊 就算有诈 这一趟我也是去店了 师父 我觉得不妥 我们还是等金红与天宇回 等不了了 容非 你待在这儿 我去去就回 天宇他们回来 帮我转告一声 等等 师父 你若真要去 就把这把谷月琴带上吧 有他在 我也能安心不少 谢谢你 容非 将谷月琴背在身后 而后迅速背了匹马 赶往西郊竹林 西郊竹林 秋风萧瑟 语 赵若琴 我已经来了 不用躲了 现身吧 话音一落 等了半晌 连个鬼影子也没见着 怎么 想方设法引本公主过来 却没有这个胆子现身吗 我看你也不必叫什么赵若琴了 直接改名叫赵王巴得了 只敢躲在龟壳的怂祸 苏青莹 你找死 一道箭矢迎面朝她飞射而出 轻松避过迎面而来的见识 咦 大婶 你哪位 我找的可是南疆国的长公主 不管你的事 你还是快快离开吧 免得一会儿误伤了你 大 大婶 对啊大婶 你可不知道 那南疆国的长公主可无耻了 整天惦记着别人家的男人 活像几百年没见过男人一样 大婶 我欠你快回家把自己的男人给看好了 不然呢 只不得哪天赵若琴就盯上你们家男人了 闭嘴 既然你这么着急去死 本公主撑去 就去死吧 诶 你看看你 脸上的皱纹都能夹死苍蝇了 你 杀了他 东东给我杀了他 把他的嘴给本公主恨死了 看他怎么说 年龄大 一直都是埋藏在他心底的一根刺 别看他总是喊君丽叶为叶哥哥 实则他比君丽叶大了两岁不止 可苏青莹这贱人倒好 字字句句直往赵若琴的心上戳 竟还敢讽刺他老 不可饶恕 无数蛊虫从竹林纷纷现身 黑压压笼罩这一方天地 哼 来得正好 黑呼拉朽之势 直接将四周汹涌而来的蛊虫全部泯灭 赵若琴脸上的肌肉 不可抑制地静攣抽搐着 眼睁睁看着自己饲养了好几年的宝贝 顷刻间化为了肥料 他的心在滴血 赵大婶 你这蛊虫也不怎么样吗 真不惊大 该不会只是用数量来吓下人的吧 苏青莹 你少成口舌之快 你不是一直想要金蝉蛊的解药 救你父皇吗 那 金蝉蛊的解药 就在本公主手中 有本事 你就过来拿吧 果然是你 心仇旧恨 今日就一道跟你算了 足间清点 他怀抱谷月琴 凌空拨动琴弦 去死吧 却是瞧见赵若琴 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不好 有古怪 放肆 休得伤琴儿 哈利 叶哥哥 赵若琴本来已经准备好 寄出体内的金蝉蛊 使之钻进苏青莹的体内 没想到中途却被军力业打断了 导致他遭受了古城的反噬 胸口脚痛 琴儿 你受伤了 他伤了你何处 我去为你报仇 叶哥哥 我没事 让你担心了 你怎知我在此 见你不在府上 我委实担忧你 便问了府中安卫 一路追了过来 琴儿 莫不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误了你的事情 不 不关叶哥哥的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 叶哥哥无需内疚 军力业 你居然为了这个女人 对我出手 你他妈好得很啊 你敢对琴儿出手 我便是杀你一万次 也不为过 好 好一个不为过 军力业 我问你 你是否真的要 护那个女人到底 不许与我作对 伤琴儿者 自当杀无赦 很好 军力业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那个女人和我 你究竟选谁 你若选择她 那么从此以后 我们便天涯末路 一刀两断 毫无瓜葛 我苏清盈 绝不会再纠缠你半分 苏清盈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他与叶哥哥 很有可能藏识恋人 不关你的事 闭上你的狗嘴 军力业 回答我的问题 就在这时 一道惊了一次头顶炸响 紧接着 逗大的雨滴盘旋着 从天幕熙熙立立落下 军力业勉了勉唇 一抹隐匿的极好的沉痛 从眼底稍纵即逝 这个问题有意义吗 有 在他近乎 咄咄逼人的目光之下 军力业一颗心 仿佛正被钝刀凌驰着 博唇微张 正欲开口 忽然 一把玉骨扇划破了空气 幸好 丫头 我们走 上官惊红与萧天宇一人一边 驾着苏清盈 运气轻功便离开 该死 居然让他们跑了 望着苏清盈 等人离开的方向 军力业一双血眸 幽暗深邃 博唇微眯 先莫不语 谢哥哥 你与那苏清盈是怎么回事 你们认识 我不记得他 不甘心 赵若清再三质问 清儿 你可是怀疑我 不 谢哥哥说没有 那就是 清儿 不要 我没事 莲儿 快 快带我回府 公主小心 莲儿心领神会 立即上前将她扶了起来 巧妙地挡住了 军力业的视线 匆匆走到前头 与此同时 另一边 萧天宇直接将苏清盈背在背上 一路急行 清盈 你伤得怎么样 还死不了 小丫头 按理说你有骨琴在手 他们轻易伤不得你才是 你怎伤得这般重 军力业出手 我又怎会是他的对手 黑心业出手打伤了你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 倘若你们再迟来一刻 只怕我早已成为了他长相完魂了 好了 别说话了 不然伤势又下重了 在萧天宇心里 苏清盈一直都是亲妹妹一般的存在 可军力业竟敢一而再再而三地伤他的心 今日更是出手重伤了他 就凭这个 今后他都休想再见到他 事业 房间烛火悠悠 苏清盈盖着被子躺在床上 却是争着毛子丝毫睡意也无 房间的大门被打开 我不想吃 放 忽然转过身 果真看见军力业抿着唇 居高临下地溺着他 你怎么会在这里 哼 怎么 上次的如临没能杀了我 这回 便直接到皇子府取我性命了吗 你的伤怎么样了 托你的福还没死透 真是让你失望了 英儿 对不起